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7月12号星期五 武汉我不说有全自动驾驶叫罗伯快跑 全自动驾驶的出租车 然后武汉的出租车司机不是一起联名上书政府 要胜负政府给个活路吗 结果得到了市民的广泛的热烈的欢迎 罗伯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 他自己本身是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对不对 因为他是个机器人 他就完全按着交通法规走 但是也经常出事故最近 前日的不是跟电动车电动车不是闯户灯抓上了 出事故之后这罗伯快跑了 他是360度无死角的摄像头 全部都会把出事故的过程全部都记录下来 这样他是有物证的 有物证的话最后显示超过90% 几乎差不多可以说所有的事故都是其他车辆的责任 不能说所有的 但是90%以上都是其他车辆事故 都是他百分百没有责任 都是别人的责任 所以武汉市民是热烈欢迎的 萝卜快跑 他们亲切的称萝卜快跑什么呢 说叫马路判官 是吧 在马路上出事了 这是马路判官 让你看看怎么回事 因为萝卜快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违规变道的车辆 你违规变道扎起来 他都直接怼上你就装上去了 直接往上一怼 一下来之后你全责 然后对 说还有很多网友们就开玩笑 希望萝卜快跑能够尽快的推广到他们的家乡 可以帮助改善交通秩序 不 当然这个它有个问题 就是说它即使加单进来的话 按理说你应该急他车应该停住才对的 这其实是说明无人驾驶 这个车在反应后不是很及时 知道吗 其实是这么个问题 但是有一点是什么 就是你一看摄像头 你以承认来讲 你的确是交通违规了 你知道吗 所以只要你交通违规都撞你 只要你交通违规都撞你 这样导致武汉 因为他们就说武汉的出租车司机比较疯 不光是出租车司机 还有公交车司机都比较疯 开车都别飙悍 你知道吗 他们说挺好的 治理治理 要不然马路上一个都跟赛车手一样 都是疯子 你知道吗 那些萝卜快跑的 给他们制止 然后还有网友建议 说萝卜快跑应该接入交通违章举报系统 因为你像不都有摄像头 我们都录下来了 对不对 然后你只要看到有交通违章了 你就应该自动把这段视频截取 然后提交到交管局 交管局看了视频之后 确定是哪样车之后 直接就给它开发单就得了 它车辆的车牌 在交管局不都有信息 直接干这车牌 给你发款 美国其实也是 纽约 纽约 我们变在纽约住了 纽约后来白色豪商人特别疯狂 把原先很多限速45的变成限速25了 限速25什么概念 你稍微一个不注意 它就给你开发单 它是这样 它是就是说 它限速你不能超过限速的10% 你让它限速25 那限速的加10%多少 27.5麦 以后你开到30麦就可以给你 系发单过来了 我们那时候在纽约到最后 就是每隔一个不小心 就是什么闯红灯的发单 要么就是超速发单 还有红灯也是 它当在路口的时候 黄灯特别短 黄灯就绿灯 然后黄灯闪一下 啪 红灯了 我操你都没来得及 你就过去了 你知道吗 你没反应过来 它巴一照 就给你系发单过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白色豪到最后 不知道可能是政府也没钱了吧 疯了 真的是疯了 你知道吗 没事就给你系发单 没事就系发单过来 但是你虽然白色豪这么干 我们都在骂白色豪 但是你也承认 这也是政府创收的一个工具 是不是 然后我还是想 但如果你设置合理的话 对于城市的交管 是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设计要合理 你知道吗 前两天小伴说了 说什么 他给我发来是哪 他们有个城市 就真的 现在限速25 跟我说 苏东哥你看 你不说限速25夸张吗 真的限速25 反正也是 限速25真的是点扯淡的 因为我们这还说25 我们这25英里 25英里的话 差不多乘以1.6 乘以1.6的话是多少 40公里左右 40公里每小时左右 我们这等于限速 对吧 所以是限25 上是40 然后你如果算30 因为等于他 你超到30之后 才给你开发单 你30的话 3618 多少 4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你超过48 才会收发单 算50 超过50公里每小时 不这个速度压的也够低的 纽约真的是有毛病 你知道吗 正常以前都是限45的 他后来票票赶上限25 你知道吗 这个反正还算了 真是让人无语了 纽约老百姓也是怨声赛道的 也都在骂 对不对 你中国更扯淡 中国你限25是公里 那才多少 这个是不对的 不管怎么着 反正就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来讲 咱们也得承认一点 就是说将来如果真的都是全自动无人驾驶的话 其实交通法规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但是他有一点 就是说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你公司 你如果搞全自动无人驾驶的话 那么出了事 真的万一撞死人了 如果最后对方没有违反交通公司 撞死人的话 那么你公司要负全责 你知道吗 那罗布快跑 他现在是什么 他现在是我这车上没有人 没有人 那么出了事 公司就全兜着 如果真的出事 当然他现在90%都是对方的责任 那就没关系 都是对方的责任 对方兜着 但是一旦有你的责任的话 那你就要兜着 你知道吗 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不能像特斯拉一样 特斯拉是什么 特斯拉是这样 就是说宣称我是FSD 我是全自动驾驶 对不对 然后你要花多少 是一万 是以前一万两万的 要买我这驾驶包 买了之后 你开了全自动驾驶 万一撞死人了 都是你的责任 跟我没关系 这就不要连了 你弄个意思吗 就是如果特斯拉说 我开了全自动驾驶 撞了人出了事 我特斯拉公司兜着 一切法律罗列由我承担 那这个我就说就牛逼 你看奔驰 人家在美国现在也是 家装和我们内华达都有奔驰 你只要开了他的L3 你就不用管了 出了事 奔驰公司都兜着 人家罗伯快跑也是 我搞全自动驾驶 我没有人 我公司兜底 出了事我公司兜着 驾驶人我公司算 你知道吗 这个就行 如果你这么搞 我服 我也支持 但你要特斯拉那样 全自动驾驶 我是收你钱的 出了事你自己兜着 责任都是你的 跟我没关系 你要脸吗 你一点逼脸都不要 真的 那个我支持不了 那叫不要逼脸 你知道吗 就是好处都是我站 出了事 责任都是你的 这真的是 看看吧 我倒觉得像罗伯快跑这种 如果他公司兜底的话 那就多推广一些 像奔驰那种L3级别也是 有什么事 我公司兜着 这些我都支持 当然奔驰现在 他在L3级别的 现在手下量 他支持的车型特别少 其次限速现在特别厉害 他限速限45英里每小时 你知道吗 你开不快 你要用 你只要开上去 他就最多到45 不能多 希望奔驰能赶紧 就是说提高到65 如果奔驰能提高到65的话 那搞不好 然后当时车型我也能买来骑 别说出一个买不起的车型 对不对 因为弄个二三十万的 你知道吧 你买一个弄个 我们能买来骑的车型 然后L3 然后限速到65 我也买一个 我也很高兴 然后还有一点最重要的 就是说出了事 你奔驰兜着 跟我没关系 我就买 对不对 你别跟特斯拉一样 对不对 我买完了 我花了钱了 最后出了事 我兜着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个我接受不了 你懂吗 好吧 那么我们看看 看看这萝卜快跑 但是现在不光萝卜快跑 还有三四家公司都在搞这东西 这个就是未来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这个就看谁搞出来 搞出来的 那就是谁把这个搞出来 谁可能就是下一个苹果 下一个特斯拉 下一个我不知道 就英勤伟达 搞不出来的 那就完了 那就破产 那就是下一个贾药亭 搞不出来就是贾药亭 搞不出来就是Drops 你知道吗 贾药亭那时候不老想当 中国的Drops 对不对 成功了叫Drops 不成功叫贾药亭了 懂我意思吗 这个也是 好吧 那这些老做里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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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